上一个视频说了这铁锅怎么保养 怎么开锅 是吧 这个视频咱们去说一说 怎么翻锅 给家里面炒菜 怎么垫一瓢 啊 我就用这个花样力 就做一个演习啊 看见没有 往下推 往上翘 往下推 往上翘 往下推 往上翘 做个示范啊 是不是翻起来吗 是不是 有的人说了你这饭店里面的话他有这个灶台冷是吧 这冷 家里面怎么翻呢 看好了啊一样的道理啊 是不是 往下翘往上台 家里面就这样了 刚才说的是正反来个倒反 哎 哎是不是 测反 这边 你们刚开始练的话 就正反就行啊 正反 你不要像我一样左边来一下右边来一下后面再来一下 你这样容易烫 那烫手上的得几个泡 是吧 你还费钱 翻地下了 再说说什么叫炫锅 炫锅啥意思呢 就是你平常炖餐的时候炖鱼的时候 你怕糊锅你得炫一炫 是不是 中间的微度高 你要不炫的话那咋糊了是不是 炫 哎 他也不容易糊锅 是不是 炫锅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 炫翻啊 看没有 条子在那边 搅着 炫翻 是吧 这是用于爆炒 爆炒菜 炫锅炫翻 最后就是回手掏 什么叫回手掏呢 就锅底下其实剩下一碟的菜了 这样咬的话不好咬是吧 不好咬是不是 就回手掏 把菜给他这么给他鼓掘到一堆 是吧 然后一勺这么一扣 一回手 妈呀 撒了 虽说老弟不能陪你一生 但能让你的胃 满满灯灯 下个视频说一说 怎样用铁锅不容易粘锅 再见